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仲向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纪录库只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要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在我们这个说明栏的地方 都有一些经费相关捐款的资讯 也欢迎大家能够点选来支持我们 不管是透过定时定额 或者是一次性的捐款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当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其实公库的捐款也是在逐渐的 下降当中 但是我们依然秉持的媒体 应该要有的专业 以及为弱势 让弱势发生的精神 持续的来做报道 持续的来做节目 可是能不能做得更好 能不能继续往前走 都必须仰赖各位的支持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要谈另外一个 可能在疫情之下 跟我们面临到很大冲击的一个事业 就是独立书店 在台湾独立书店经营 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那在台湾面临到疫情的状况底下 独立书店要如何的经营 他们如何的灵巧的回应 或者是其实根本连回应的能力都没有 那我们看到有些独立书店 因为疫情而产生了这个营运上面的固境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新的独立书店的出现 那独立书店它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更长远的制度性的问题 包括台湾的图书产业 图书的定价 图书的折扣站都是影响到不只是独立书店 而是整个台湾出版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状况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 有和书店的店主也是老板占正的也是著名的影评的686 686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在之前也在疫情之下 我们其实做了好几集跟疫情有关的题目 包括社区防疫 包括有关劳工运动抗疫等等的这些面向的讨论 但是我们也很关注在疫情之下的独立书店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686来跟我们讨论 来跟我们分析这个话题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 常常是一个一下子二级一下三级 一下子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 这个对常做很多的小吃店 或是一般的企业都产生一些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独立书店在经营上面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不晓得在这疫情的状况底下 对台湾的独立书店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冲击其实各个书店还是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所了解的 因为其实书店这个行业本来就是一个 它有一定的门槛 不管是各种门槛 但是就是在经营上 单独来讲经营这件事情的话 它其实可以调整的空间 非常的有限 所以只要疫情一个冲击 它有些书店往往就在没有办法做很做出很大的调整的情况下 它很可能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我举一个例子比较清楚 就是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比全世界各地来讲 疫情都是相对好的 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我们看到成品去年收了十家电 对 对我们的判断是 它并不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是它借由疫情开始 它觉得到了一个自我的调整的机会到了 所以它开始做一个自己的企业体质的调整 所以它一下关了十家电 然后后续它推出它的网路书店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这个大连锁书店 它有这样的财力或空间去做这样的调整 小书店是没有办法 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办法的 那小书店唯一能做的调整是什么 我现在以我个人的经验 以及我所听到的例子 要么你就是因应疫情减少 因为也没有人 所以你就减少营业的那个时间 或者这个干脆暂停一页 那有的没办法干脆就 那就没办法就关了 所以这个能做的空间 能做的调整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在这里其实台湾有做过统计吗 就是以独立书店而言 或者整个舒适而言 这个台湾的在疫情的状况底下 它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明显的冲击 例如说销售量上面 或者是出版量上面都有一些影响 我所知道并没有做一个正式的统计了 那我觉得都是各店各自进行自己的 自己在这个状况里面自己挣扎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银耳一定是会受到影响 因为第一个实体书店在疫情的影响底下 第一个就是最大的冲击就是来客人数减少 对 对那但是书店有一个还可以因应的办法就是 那人不来没关系 可以从网路上下定 所以我所知道有一些独立书店 它虽然开的是实体书店 可是它也开始发展网路书店 那当然知道我们知道说 这个单独一家网路书店 是没有办法跟现有的大的网路书店 像某克莱这样或甚至像某某这样的购物平台 卖书这样的规模所能够 但是它至少可以拉住自己的一群 书店自己的粉丝 或者是书店的忠实顾客 它可以至少在网路上拉住一批 所以但是就是前提就是建制一个网路书店 还是要花费相当的成本 对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两难 因为我知道有些独立书店 其实不是很喜欢在网路上面去做营销 或是去做宣传 它希望是跟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聚集 可是实际上面因为疫情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恐怕又很难聚集 那当然它就不得不去往网路书店的方向去走 但是它的某种类型的成本 或者是整个网路要经营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回到刚刚谈到独立书店经营一个很重要特色 其实就是社群的经营 这个社群的经营在过去以往都是办活动 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地方都会有讲座 那即使没有讲座 它也会是一个复合式的建筑 就是咖啡馆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 让它聚集人潮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汇集很重要 特别是有些独立书店 它会强调是社区的社区跟社群的概念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底下 在卖书都困难了 别人要进来 甚至要办活动也更困难 但是社群的经营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对独立书店而言 台湾的独立书店或是国外的独立书店 他们是怎么维系的呢 国外的例子我没有研究太多了 但是去年就是好像在美国 还有英国这边就有一个 我听到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好的消息就是 他们有很多的独立书店 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网络书店 不是一家书店出一个网络书店 是聚集了很多家上百家的实体书店 大家出资或是干嘛的 然后全部弄出来一个网络书店 然后来跟像亚马逊 也不是要跟他们竞争 但是就是类似说 你规定网络书店只能找亚马逊书店 也可以开始找我们这个独立书店的网络书店 对那他们这个业绩听说还蛮不错的 只是我没有最后续的消息 那可能因为疫情底下有愿意支持独立书店的人 虽然不能去书店去实体书店了 可是他们透过这个网络书店 还是可以继续支持他们所心爱的独立书店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台湾虽然有独立书店的组织 可是要在这一方面做一个进一步的整合 弄一个网络书店出来 现在还是有相当的困难 怎么说 这困难来自于就是其实还是没有一个 第一个那个建制的费用还是非常庞大 那个费用还是非常庞大 我们现在的独立书店的组织 不管是独立书店文化协会也好 或者是友善书业合作社也好 都没有办法有这个财力资本来创建出一个网络书店出来 还是非常困难 但是在除了网络书店之外 有其他的做法 我看到国内有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例如说像左转有书 他们其实也刚好推出了会员制 那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我透过送书的方式 或者是像有些经营的方法 像我觉得比较明显是先测电先海风 我看到这一段 他们办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线上的活动 当然这个线上活动 它的范畴就不会是那个以表力院里地区为主的 这些读者而是更广泛 然后他也申请了一些 有关于政府的相关的这个计划的这种补助 那另外像这个 这个像导呼策店 他们其实就是回到地外去卖豆腐 然后去做外送的服务 那还有像台东的书作 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 他是干脆就打电话跟你聊天 你可以跟他call in 这个是一种维持的方法吗 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台湾的 其他的独立书店 他们怎么面临到这种疫情的因应之道 而进而可以去维系 某种的社群的关系的做法 是其实每个书店 应该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跟考量 有他们自己选择 适合他们自己的做法 那有的也会有收到效果 但是有的不一定会有效果 那就要看说他们想要的效果是什么 那如果办活动目的是理念宣传 他可能就不会计较说 有没有在收入上面会不会增加 可能就不会 所以还是要评估的话 还是要看他们说 你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那他能不能够藉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如果不能他要再做调整 如果是输店的营运的话 我相信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活动 他办活动目的并不是要增加销售 那这样的活动可能就没有办法 归到说让输店 更加的这个效果来谈 那你自己的输店呢 你自己的输店怎么去因应 如果我看你的输店的脸书上面 我会看到有一些输店会在那边觉得 哇生存困难啊 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一种算是抱怨吗 或是一种心情上面的抒发 可是我在你的脸书上面 我比较少看到这一些 你是怎么 你是怎么度过这一段时间的 偶尔还是有 并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我比较是一个 该怎么说 当初开书 就是重新开这个友和2.0的时候 当初爆的想法 其实也因为我也是在疫情的状况 底下开的 对 所以我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心理预期 就是反正开了以后 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 走到什么地步就算什么地步 就一个比较豁达的心态 可是这是一个自己设定的心理的准备 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因应现实疫情的变动的时候 生意好我也会说生意不错 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也照实讲生意不好 那就是接触到我的读者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评估 我并没有做一个特别的调整 我特别调整其实是政府走的 政府说不能内用我就不能内用 政府说可以内用我就内用 要需要间隔的话 我也想办法做一些间隔 就不能让容许太多人 其实发现你想了半天也没有用 因为其实来的人就是很难同时超过五个人 所以根本居的措施根本没有必要 就是你做了也没有 不会来那么多人 你做这七格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意思 根本没有需要 那其实就是说我这边所受到的疫情的影响 大部分是本来会来我的书店买书的 他转成用网路的 用各种社群媒体能够联络到我的方式 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方式跟我下单 所以就变成说本来在实体空间的营收 转成就是透过网路来的书单 那其实这边会有一些麻烦 就是因为这个网路 我并没有网路书店第一个 我顶多就是脸书粉丝页 对 然后大家可以联络到我个人 因为我个人就等于我书店一样 大家可以联络到我 你用email也好 你用脸书私讯也好 你用推特 你用呼浪 各种方式 甚至line 就是把书单传给我 我都一样可以帮这些读者订书 然后跟他回报 你订这些书多少钱 然后说你做一个进一步这样交通 可是每一笔 每一笔订书的书单 要处理的时间 是开实体书店的时间 所花费的时间好几点 因为来实体书店 他挑了书以后 拿柜来结帐就结束 一或两期就结束了 可是你从网路上跟我下单的话 我们会来回沟通好多次 没错 那个时间花费 花费很多 还要急书 然后最后还要寄出 这个花费太多 花费太多时间了 就变成说最后时间都花 花在处理订单上面 那我还算是好的 因为书的订单还是会有 虽然实体空间没有人 可是人在网路上 大家通过网路跟我下单 所以我的这个营业额销售量没有掉多少 OK 但有的书店他以 比如说以咖啡或者餐饮的形式为主的话 他比较在书的本身跟读者产生连结的话 我觉得可能受疫情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这我觉得 但是也不一定 就是要看 看个别书店 我还蛮同意这样的观察 其实如果原本我们知道很多的独立书店 为了要营运 他当然就是从咖啡 或是其他的这种方式去做经营 但是实际上面 他所带来的客人会是 不见得是真的要买书的 或是对书有兴趣的客人 可是另外一部分 我觉得独立书店有时候跟某些的 类型的咖啡馆是很像 就是我觉得咖啡馆的魅力 不见得是在那个空间的摆设 或是那个咖啡好不好 而是老板的本身 就是那个经营的风格 所以那个独立书店 如果这个老板是有一些经营的风格 或者是他有一些特质 跟或者是说他能够去本来 他的社群的联系就很好 那这个状况恐怕冲击相对之下 我自己观察也许就会比较小 也不一定 如果是强调老板的个人风格 可能影响还比较大 因为不能 因为不能去十里书店 老板虽然个人风格 虽然很有个人魅力 可是在不能去店里消费的情况底下 那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看你要 那个老板可以把他的个人魅力 在网络上进一步的发挥 看看能不能增加一点网络订单 对那以你自己的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过这样的一个购买的客户 有因为疫情而转换一批人吗 或是有新的人进来吗 还是都是原来的客户 应该讲说是有增加一些新的 新的客人进来 对 因为疫情大家也知道这个状况 对十里书店的影响很大 所以本来支持我的人就会增加 支持的力道会增加 然后也会有新的人进来 新的支持者进来 他也用网络的方式来下单 可是现在疫情回复以后 又造成另外一种 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又出现 就是大家心理上还在 就是大家心理上 那个回复的那个速度不一致 虽然政府公布疫情趋缓 然后大家可以怎样怎样 可是有的人就迫不及待 要回复原来的生活的样子 所以就会抢先来书店 可是有的人还在说 哎呀现在就太开放 反而最危险 我还是现在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就有一些落差 可是在这个落差之下 本来会网络下单的 就会在这个时候就会减少 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我的营业额 还比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还有一些问题在往下站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找不到一个规矩 规律 然后因为每个人的预期心理不同 政策的不同 实际现实上面疫情的不同 事实上也让这个每家独立书店 必须要去回应 或者是要去面对的做法 也会不太一样 甚至跟他原来的经营的模式 跟他的体质 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待会后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书店 他如果从一个个别的角度 他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 然后他回应也会因为个别的能力 跟状态不同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整体的图书产业来讲 或是整个独立书店 如果我们要把它叫做一个产业的话 我们在政策上面他该怎么做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方法 是可以让这个书店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图书的产业 是能够持续维持 甚至是更好的可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过头来做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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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積四天的連帖家吉 大量的車流輪流去台東官路郵 官府統計 台北出現期十七萬多人出 今方如果家鄉押車疏散人料的選擇 看補救又家鄉消毒 家吉結束有限立體了 但是這種的公益措施 讓台東的民眾真不放心 為了改變人料軍事 一間二十多倍的特地設定 以往基盤特殊規 都有三四十名民眾來參加 如果現在減少多黨 還有這間哪個黨有十多人在設定 甚至如果疫情變嚴重 就要改造無人設定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長 燦爛時光惠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的經費來自於全民的支持 歡迎大家捐款來支持我們 在我們節目的說明欄的下方 都可以看得到我們的捐款資訊 因為我們相信透過公眾的集資 才是媒體能否獨立的真正的因素跟做法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也要談另外一個獨立的事業 獨立的產業 就是獨立書店 在線上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有和書店的老闆 詹盛德也是知名音頻的686 686你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非常謝謝686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獨立書店 在疫情的狀況底下所面臨到的 各式各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獨立書店 在這段時間其實就開業了 包括你的有和書店也是如此 在這段時間有哪些獨立書店開業呢 他們為什麼這麼敢在這個時間 來去面對這個市場的挑戰 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 第一個 我剛剛講獨立書店 要開一間獨立書店 它有一定的門檻 可是我覺得事實上最小的門檻 反而是在 那個開店資金的這一點上 它不需要 其實一個小店你不需要太多錢 反而錢的問題是最小的問題 其他的那個門檻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對開一個獨立書店來講 其實不需要太不需要太多的錢就可以開了 那看你開了要開怎樣的書店 那個才是重點 那這是一個 另一個是說 很多在疫情期間開的獨立書店 大部分不是不是因為說在他找到了一個可以在疫情期間經營的好辦法 並不是 而是他可能之前就已經有計劃 可是他不願意他的開店計劃受到疫情的影響 或者已經有影響了 就是往後延一點 但是他不管疫情什麼時候回復 他還說是必須悲開不可 所以在在一些是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他才有可能說 雖然現在還在疫情期間 我還是開決定要開了 對那我所知道大部分開書店的老闆們都有某種義無反顧 那就是雖然疫情的影響看起來 前一陣子看起來好像很嚴重 可是那不管我這就還是我要做的事 我就不管321我就開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衝動 當然也不是說他不去思考各個經營的細節 並不是如此 但是他還是會想說 在這種情況底下 那我要開的話 我要開一個怎樣的書店 能夠至少能夠讓 在疫情期間我還至少可以還過得去 等到疫情回復以後我可以更好一些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說不就是從低谷往上衝的那個歷程 那當然他們進入到這個除塑的產業 其實就有所知有一些 是跟有三數位合作社來這個競輸 那可以稍微簡單一下介紹一下有三數位合作社嗎 有三數位合作社是怎麼樣去協助 這些獨立書店不管是新進的 或者是已經比較老牌的獨立書店的運作呢 一個合作社2014年底成立到現在已經算是六年了 六七年了 那當初未成立就是我們找了50家獨立書店 聯合一起成立的 那現在合作社的社員已經接近200家了 所以大概成長了三倍多 那台灣獨立書店也是不少家 是但是從整個產業規模來看 我們整體的營業額加起來還是九牛一毛 這個是 這個有點 講這個就講到插到別的地方去 我還是先講合作社主要是在做什麼 當初會想要成立合作社 就是因為獨立書店 每一家零散散在台灣各地 要禁書因為規模非常非常小 所以經商商也不太願意 跟這麼小規模的書店往來 當時加速也不是太多 那就是禁書的問題就變成獨立書店 一個最重要最困難的問題 他如果禁不到書 他書店是要怎麼開 他禁不到他想要的書 他的書店根本沒有 他沒有辦法根本沒有辦法開 這是最最基本的問題 他就算有錢開一個店 可是他要禁的書禁不到 或者是很困難 或者是要花費太多的各種各樣的成本 交通成本 時間成本 各個交易成本 各個東西 他都讓他沒有辦法順利拿到書的話 他開這個書店 困難重重 他現在要想辦法解決他的禁書問題 他才有可能讓他的書店引引上軌道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其實台灣的這個出版業 整個書業 我知道從本世紀以來就不斷的往下盪 那盪到2014年底的2014年那個時候的 我們已經大多數的當時的獨立書店都已經有點受不了了 所以就決定說聯合起來我們自己成立一個合作社 解決我們的禁書問題 簡單的想法就是我一家禁書很困難 我50家一起聯合起來禁書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 當然聯合起來有增加新的問題 可是新的問題就由合作社來解決 因為大家一起訂書 有一本書可能50家書店只有兩家要 那你很難湊到那個量 可是我們現在接近200家了 那原先那本書說不定現在可能有10家書店要了 那那個機率就會比較增加 那當這個量到的時候 經銷商也比較或者出版社也比較願意就跟你往來 就是你的量又比較大一點 他就願意跟你往來 不然的話這個量太小他就不太理你 或者要求你一定的分派到達他才會跟你往來 那就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這其實也是可以成立合作社 所以他也是某種解決了這個代理商 或者是經銷商 他可能也是某種類型的這種所謂的壟斷吧 或是在市場上面一個優勢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不只是禁書方便 那個或是容易消費者也比較容易買得到書 而且他可以就近買得到書 那這其實對整個出版業 或是整個出版者這些出版公司 應該也是一個正向的好處 那在這裡頭我們看到 獨立書店面臨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有30月合作社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盡可能的做各式各樣的協助 那政府的角色是什麼呢 我想要先最簡單的來談一下 在疫情的狀況底下 我們知道各行各業也都有這個紓困 那我們這幾天大家都拿到了這個5倍券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 政府也會發錢給我們來去做消費 那這個政府在獨立書店這邊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 或是專門的這些所謂的措施 或是政策呢 這問題很難回答 就是還是有紓困還是有補助 可是並沒有 並沒有很特別 就是跟其他的事業的補助 或者是個人的紓困 其實差不太多的 因為他不可能特別給一個什麼 什麼名目或什麼就給你紓困 不可能的 他還是需要你書店 你必須還是要 比如說你的租金 或是你的人事整本 政府要紓困給你 還是需要你提供各種各樣的單據領 去讓他能夠報銷 他才能夠提供給你 所以那個名目都不會說有很特別 在這種情況 你要他不會有很特別的補助項目 那還是一般的紓困 那就是說你把你的營運成本 各方面的成本 房租人事成本這些報上去 然後他合併到某個額度給你 大概紓困 其實跟其他的事業 應該我想是差不多的 只是每一個店拿到的實際的 紓困的金額 還是看你書店規模大小 還是會有差異 但是文化部也沒有特別針對 你們這樣的一個產業有任何的做法 我目前想到的是沒有 但是去年有一個易放券 對 易放券對獨立書店來講 它的效果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易放券規定的就是只能在 比如說獨立書店 或者是一些表演藝術項目的消費 可以用易放券 那大多數人拿到易放券 他不一定就會拿去看表演或幹嘛 大部分他就找一個獨立書店 就把這些易放券用掉了 對我覺得易放券對獨立書店來講 運作還是蠻大的 反而大家拿到五倍券 不一定會來獨立書店消費 拿到易放券比較會 哈哈 因為他有一個指定的 他有一個就是在那個範圍內 只能在獨立書店的話 大家就拿易放券來 雖然我們的主題一直在談的是 在疫情下面的獨立書店 所避免到困境 以及他的因應回應生存的方法 可是其實獨立書店 他絕對不會是在現在 他才遇到的這個生存上面的困難 那686或者是在很多的 在他的文章 或者在其他人的一些討論當中 一直對一件事情是有一些意見 就是所謂的折扣戰 那特別是應該是去年吧 就是MOMO的網站 然後突然間哇那個 書已經平常打個79折 75折網路上面已經算了不起的 他可以下扎到5折 或是甚至更低的 這樣的一個銷售經營的方法 可是從這種所謂的市場的自由 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從所謂的 大刺激買氣這件事情來看 折扣戰不是一個 讓大家可以願意去掏出錢來買書嗎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書好貴 那今天剛好有打折 我就趕快去買 那這個當如果大家也願意買書 不就是也是對整個的市場 是一個活絡的狀況嗎 那獨立書店 如果也可以加入到折扣戰的話 是不是也是獨立書店 可以經營的一種契機跟可能呢 這問題其實非常複雜 我覺得談兩個小時都談不完 但是我只講關鍵兩個地方啊 第一個就是說獨立書店是很難 加入到折扣在裡面的 因為我們的規模太小 禁書太少 所以我們怎麼樣都要不到 大書店或連鎖書店 或者網路書店 他們能夠享受到的禁書的折扣 有辦法的 因為我們禁書量跟他們相比差太多了 所以我們不可能有那樣低的折扣 當我們沒有那樣低的折扣 我們就不可能 我們禁書都是七折 那我們怎麼可能七九折賣呢 那毛利都不到一成 那根本不要 如果這樣根本沒有活下去 所以第一個獨立書店 根本拿不到那樣低的折扣 第二個是說折扣在 乍看底下好像會是一個 刺激產業 刺激這個 那個書店生意的 能夠比較活絡 但是我要說 真的是短期的手法 如果一直以來都沒有折扣 忽然來一個折扣 那個的確是會有明顯的效果 但是你如果長期的 比如說現在 台灣新書上市七九折 這個已經十幾年了 幾乎就是已經成為常態了 大多數讀者對於這個七九折 幾乎都已經是冷感 都沒有感覺了 他認為甚至認為新書上市七九折 那個七九折才是真正的定價 都已經到這種地步的時候 所以去年某某要加入書士 加入賣書的行列的時候 他才覺得說 我一開始要賣書的話 我也一樣七九折 根本就不會有 讀者或消費者來我這裡買 所以他就想個辦法 就是他就變相搞了一個六六折 這七九折到六六折 這消費者才會有感 他才會覺得 那我六六折更便宜了 我就來某某買一下 這個從短期的方向 短期的視角來看的話 會覺得OK 這是一個做生意的方法 可是當他變成常態的時候 那個災難就來了 當常態都是六六折的話 你要想到說 每一個參與這些書的產製過程的相關 從業人員 從出版社編輯 那個印刷廠員工 然後運送書的司機大哥 書店店員 這些所有這個產業相關的所有人 他的本來賣出一本書 所得應該得到的利潤都一起被打折 那誰來補那一塊 沒有辦法補 而且在這個打折的過程中 還不是說既然全部都七九折 既然輸都是七九折 那我每個人的利潤也都跟著 英德的利潤也都打七九折 不是的 有的人勢力大 他要求他的利潤不能減少 他的利潤不減少 那是不是意識到其他比較 那個力量比較小的人 他本來以為大家一起七九折 結果他被折到的更多 他等於剩下兩折三折 對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就造成一種很不公平的狀態 大書店他不希望自己的利潤打折 那變成小書店就沒有辦法 就一直被擠壓 這個東西就變得非常 就第一個不公平是很不公平 第二個是說 聽起來打折賣東西 好像是自由市場自由經濟 可是事實上在出版這個產業來講 其實對這件事情的 長期一直不斷的持續 甚至更劇烈的 更 不加限制的打折下去 是對這個產業無止境的灼傷 這我非常同意 因為我自己也出過書 我就會知道 哇這個七九折 然後到了這個寫作者的手上 到底還剩多少 那個其實 這個產業裡面共同參與的很多 那可是這個每一個環節 每個部門他都應該要 他本來就應該要的回饋跟利潤 可是這樣打下來 他不見得會有一個回饋跟利潤 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剛剛談到 對這個產業整體的影響 他不是長期 他應該除了長期之外 他可能是一個更負面的衝擊 我自己開過那種咖啡館 開過小店 我知道就是 為什麼會梳化劑那麼多 為什麼大家都會這個 用一些比較便宜 對身體有害的這些食品 是因為大家都要便宜 那個便宜 可是有些的成本他就是很高 那你要用便宜的東西 我當然就知道用品質比較差的 那同樣的他就會回過頭來 影響到不只影響到生產端 所以影響到生產端 回頭來他就是影響到消費者 你吃的東西可能就會有問題 那同樣在書店一樣 這個價格也會影響到生產端 生產端也會 他的出的書可能就不夠多元 他的書可能會走向某種類型 那我們消費者在知識上面的選擇 跟獲取可能都會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當然相對於折扣站之外 就是一個所謂的統一定價 我自己在看到有一些報導提到 德國的書店能夠面臨到疫情的衝擊 大概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剛剛談到的 他們的數位的這個物流的制度 他們整個數位化整體物流制度 另外一個就是統一定價這件事情 那我們知道有很多的這個 獨立書店的經營者 甚至過去的文化部長 鄭麗君都提到了 這個統一定價也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人 對於統一定價這件事情 是有一些批評 就覺得這個就是造成所謂的市場的僵化 然後這個其實並沒有辦法活絡市場 或者是說那反正就定價了 那我也不用更努力的去做一些行銷 或是我在生產的部分 你怎麼去看統一定價呢 統一定價是一個可以解決 台灣這個舒適問題 或者是獨立書店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先講一個 我們獨立書店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書業雖然營業額 整個產業的那個產值不斷的在下滑 可是我們希望實施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並不是為了拯救這個下滑的營業額 它不是舊市場舊產業 不是在這個產值上面 不是一個解方 所以大家會誤以為在這個產業 這個整個產值下滑的時候 我們提出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是為了拯救這個產業下滑的產值 並不是 並不是如此 而是說我們希望這個產業的利潤結構 不要再無止境的扭曲下去了 扭曲是對整個產業都不好的 包括你剛剛也提到 這對這個出版的多樣性跟多元化都有傷害 這個東西才是最大的 最大的傷害在這裡 當有一些書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不能出的時候 我們要說這個市場的多元性受到了灼傷 那在一般的民生用品商品上面 有這種現象無所謂啊 可是在出版 第一個它是言論 它需要多元 它需要政治思想 或是各方面的思想 都需要多元化 我們才能夠從中找出 我們能夠對 對於我們現實的台灣社會 或者是全世界的這個現實現地的各種看法 我們都需要能夠有不一樣的想法刺激我們 然後使得我們有能夠找出 未來有可能的新的方向 或者新的思想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可是這個產業 在這樣子的運行的情況底下 有一些的言論或者思想 或者是有一些創作的書 沒有辦法出版的話 沒有辦法正常出版的話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大的惡煞 那 當然這只是其中之一 我們主要講說 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只是行求說 我們不要再用折扣債 來傷害這個產業 那不只是多元性的傷害 還有公平性的傷害 而各方面的傷害 對於每個人在這個產業裡面工作 所贏得的利潤的傷害 這個東西都是 長期以來已經是 一個難以彌補的狀態了 那你剛提到前文化部長鄭麗君 他本來有 委託學者針對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進行一個調查研究 然後有一個報告 就給政府建議是否要實施 然後一般社會上的民眾的支持度 大概是怎樣 那那個調查研究報告已經做出來 也公布了已經好幾年了 然後 答案是要做 而且要有配套的做 那個配套措施都有提供建議都有研究 但是政府最後還是有所忌憚 沒有辦法推行下去 所以就一直懸蕩到現在 那其實我們知道這非常非常困難 如果要實施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可能要立法 那個東西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難 那現在不要說行政院版的草案 連文化部的草案都沒有送到行政院裡面去 那這個要到立法的過程 還有太多太多的那個障礙在那裡 那不要說現在的可能言論的風向 又會有一些改變 那很多人反對是 就是基於你剛剛說的 自由市場自由經濟 怎麼可以讓人家不能低降賣輸呢 那這個東西需要非常非常長期的社會溝通 才有可能達到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唯一最大的那個倡議者 就是我們獨立書店 但是這個聲音實在 你感覺這個聲音很大 可是事實上我們力量太小了 對 對真正有利人士對這一件 在這個議題上從來不講一句話 他們不用講任何話 因為他們知道根本沒有辦法撼動這個現況 他們還是照現況底下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他們就機遇到 他們沒有講話就可以達到他們要的 這其實當然背後就是跟一般的立法一樣 他其實是會有各式各樣的角力或是利益團體在裡頭 特別是當開始經營輸的人已經不是純粹為了經營輸 那他可能有更多他可能是他整體產業的一部分的時候 那他其實他的思考就會跟書店或是跟書這件事情可能就會越來越大的距離 他其實反而會把它當作是一個純粹的商品來看待 那可是就算是一個純粹的商品 我們剛剛談到我們在台灣很多的這種所謂的小吃的模式 也因為低價的競爭使得國人的身體健康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更何況這個書是跟思想跟言論自由跟社會的多樣性是有關的 如果這個也出問題 那不是我們身體出問題而已 我們的腦袋我們的思考可能也會受到某種類型的限制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他不能夠當作是一個純粹的商品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算是純粹的商品他的問題也很多 他就可能就是一個不公平的市場 那最後一對問題我想要請教你就是 那當然我們要知道要整體要去推這樣的一個過程是不容易 而且當然我們還是要持續的努力在這個部分 可是如果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底下好了 就是我們的政府假設他沒有辦法一下子推到那麼偉大的 或是這麼相對比較好的一種做法 那現在他可以做什麼呢 現在他除了就是找我們這些獨立書店業者去 就是進行溝通啊 或者是不要講那麼難聽說是摸頭也不要 就是說至少跟我們獨立書店之間會保持某種程度的溝通 然後他們會持續的在友善書業合作社 這個組織上繼續做政府補助 因為政府知道說補助在這個合作社上面對 目前現有的加入合作社的兩百 近兩百家獨立書店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政府會持續補助這個友善書業合作社 現在文化部長持續在做溝通不止合作社 然後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也是在持續在做這樣的溝通 這其實我們在傳媒有一個說話叫文化賄賂 他就是在肆意小會然後降低那個衝擊 可是對於真正制度上面大的問題 他就是不去碰或是不去解決 所以就一直用這種方法 那這個還是一個雖然可以短暫的活下去 或者是也許可以長久的活下去 但是他始終是一個不健康的 他對於這個多樣性 對於這個整體的出版思想言論 其實他幫助是很小的 當然你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幫助 可是他其實不是一個正向的 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 那我們當然要持續的來關注這個議題 今天非常謝謝686來接送訪 讓我們從這個疫情的狀況底下 來更了解到台灣舒適所面臨到的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謝謝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謝謝